大家好,又到我們拜家的時間 拍片今天是七月十一日 由於我之前很蠢地弄傷了緣故 所以我的朋友就很窩心地幫我拿著玩具 在玩具的途中也看到香港七月份的麥芳英特殊已經派了街 所以也順手將DC Multiverse 怪物系列的最後兩款角色 Man Back 和 Killer Clock 一同帶回來給我 有一個提案 今天他去完旺角之後,Inspong就發生火警了 非常幸運就是 就不是在我朋友走到Inspong的時候就發生這個意外 如果不是的話,他拿著這麼多大件的東西的話 走在火警上來的時候也非常禮計,非常危險 我亦都希望火警就沒有任何人受傷 說回今我月份的Friend Toys 的產品 除了有一堆Model Combat 以及有一款很大的日本漫畫在生盒推出之外 在DC Multiverse 系列裡面 除了這兩款大隻仔之外 也有四款 Normal Size 角色 包括有超人版本的Lux Luther Power Shoot 另外還有Arcum Knight的受感染Joker 另外最後兩款應該是官網還未公佈的 Arcum Knight Red Hood 的原色版 以及這個同樣都是原色版的 杜草人博士 不過由於我的朋友真的幫我拿了很多東西回來 所以不好意思就叫他買了那些Normal Size 我叫他拿了這兩款最緊要最大件的兩隻怪獸給我 不如我們不要說那麼多了 立刻就選擇其中一隻 先開箱吧 我們第一隻要玩的就是這隻 來自於電玩遊戲Arcum Asylum 的 Kill the Clock 如果你有留意開DC Figure的師兄 應該對這隻造型的 Kill the Clock 殺手惡就不會感到陌生 原因就是因為在這個去年代的DC Connectable 系列裡面 這個造型的殺手惡已經推出了一個舊版本 對於這個舊版本 我自己就有兩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就是 舊版本的頭和空肌就非常圓 所以看上去整隻Figure的身體比例就有點奇怪 第二樣就是如果大家跟我一樣都會留意一下 一些二手賣賣平台 或者一些格子櫃的話 三不五時都會看到這款舊版的殺手惡 而且價錢都相當便宜的 原因是因為通常在這些地方看到的殺手惡 都會有一個通病的 就是它們通常都是斷手的 可能因為是QC的關係 所以通常肩關節的軸位就會斷開了 所以當MFind Toys公佈會推出這個新版本的殺手惡的時候 一眾粉絲當然就非常高興了 但是當這個新版本推出之後 聽到一些不同地區司機的報告 這次這隻殺手惡 都好像會有一些QC上的問題 如果有一些關節鬆緊的問題 其實這些都是預算的 但是聽聞呢 這次最嚴重的情況 就是有一些身體關節的軸位會斷開 就好像舊版的肩關節一樣 又鑑了這個情況 所以剛才開合第一次 我就逐個關節慢慢試一下扭了 以我這隻為例 他的右手手搶 他的腰關節 以及他的腳裸關節 都有這個絕實的情況出現了 當然照舊都是用這個浸熱水的方法去處理 但是這次的情況比較嚴重 就是他的腰和腳裸的地方 我是浸熱水 然後拿出來用陰力去扭 扭不動 再去浸熱水 我是重複了這個步驟三四次 這些位置才能夠動 以及就算是這樣 我都只能動到腳裸的接地關節 其實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搞不清楚 究竟他本身是沒有腳裸的平轉關節 還是只是我推不動這個平轉的位置 希望這些只是個別的個案 那我撇除這些 可不可以說是QC的問題呢 其實這次這隻新版的殺手鱷 他的外形當然是非常漂亮 身體比例 比起舊本也是試了很多 而且這次這隻殺手鱷的塗裝 就告別了平時Muffin Toys Banner那種很陽春的感覺 這隻整隻Figure的製作就相當豐富 除了要歸用於 除了這次官方在很多地方都做了一個很漂亮的乾素之外 值得一讚 就是官方這次在他的綠色皮膚的膠料 混入了一些黑色的膠料 所以大家可以看他的皮膚很多地方 隱約都展示了一些黑色出來 其實那些地方就不是乾素來的 是塑膠原料的顏色來的 配合他整身鱗片的造型 都真的想不到這個配搭 都幾成功地降低了整隻Figure的塑膠感 我們再來看看殺手鱷的可動 首先頭部跟網上一樣 都是這個球形關節 由於這次他有一個黏在身體上 不可以活動的頸圈的緣故 所以當我們動動頭部的時候 是會有一些阻礙的 另外手臂部分 全方位轉動 平舉 都是OK的 但是這次他沒有二頭肌關節 另外手肘是單關節 接進 只有這麼多 是去不到90度的 但是這個手肘關節是有平轉功能的 另外手肘位置 照舊都是可以 全方位轉動 還有內部 還有外摺 身體部分 這次照舊 上胸和小腹中間 都有一個球形關節 腰間 也是有另外一個球形關節 向前摺腰的幅度 向前摺腰的幅度 是有這麼多 向後摺腰的幅度 向後摺腰的幅度 是有這麼多 下半部分 今次我這隻殺手鱷 它這個股關節的地方 比較鬆身 向前摺腰的時候 都去到90度 對 去到90度 雜時還能保持 但是當我 向後摺腰的話 雖然也能保持90度 可以去到90度 但是不太能保持 另外這個股關節的位置 是有平轉的幅度 膝蓋 大家可以看到 是雙關節的 接近 是有這麼多 最後 腳裸部分 和我剛才說的一樣 浸完熱水之後 我就可以動回 摺地關節 但是我依舊 還沒動到它的 平轉關節 所以我不知道它有沒有 平轉功能 當然 也有大家看到的 腳趾關節 接著就到了我最期待的 這隻 DC Rebirth 版本的man bag 其實原本覺得 剛才的殺手鱷 也挺大 這隻man bag 在手上 由於這隻man bag的鍵口 壓榨很多 拿上手也是比較敘手 所以 立即當行 把殺手鱷 交給下去 再加上 殺手鱷和man bag 兩款產品是相同價錢的緣故 所以 立即當行 覺得man bag 好像值得玩很多 但是也是因為這個 敢抵玩 這麼敘手的緣故 所以 這次的man bag 是跟之前的太坦 Joker 出現了同一個情況 就是 有一些 上重下輕 上本身過重的情況 出現 再加上 它們兩款figure 對腳 都有一些逆足的設計 所以 它對腳裸球關 是吃不到力的 它其實是很難 用兩隻腳 站在這裏 現在大家看到 我的影片 好像 它用兩隻腳 站得很穩固 其實我是重拍了很多次 因為它是不斷塌 不斷塌 不斷塌 這次官方 不論是殺手鱷 還是man bag 都好 都是送了平時用的 黑色圓 站 對於man bag 是不足以 把它很穩固 動起來 其實 我覺得官方 這次應該為man bag 出發一個 類似之前小丑龍的 專用底座 我們才可以 將man bag 就 撞起來 要不然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官方 就要在man bag figure 設計上 花點工夫 譬如 它的腳 就不要那麼屈曲 讓它可以拉著腳 站著的時候 那個腳裸 球關的負荷 沒有那麼大 再或者是 那隻figure 再做輕身一點 讓整隻figure 的平衡 會好一點 其實這次兩隻figure 的外觀 是殺了 大家看一隻man bag 你看到 它的外形 和圖裝 是真的 不能投訴的 如果你說 一個地方 我要抱怨的 可能是man bag 本身的牛仔褲 它的分件位 顏色不同 副的三個位置 和副管位 就有些燃養食 但除此之外 其實整隻figure 的外觀 我覺得 真的是 是一個非常之高水準的作品 來的了 但很可惜的就是 我們可以在這隻man bag 看到 mcfine toys 最擅長的東西 同時也看到 mcfine toys 最大的缺點 就是關節的鬆緊度 figure 暫立的穩定性 和平衡度的問題 其實這些 都是mcfine toys的figure 即是 過往都會出現的 一些需要處理的地方 而官方一直都沒有 改善和處理到這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 所以趁今次這隻 這麼正的man bag 推出的這個機會 就 乘機和各位 抬一套苦水 無論如何 這隻man bag 如果大家問我的話 其實我都會建議大家買的 那麼 聽我朋友說 其實大家買的時候 其實這隻man bag 坊間都很多地方 斷了貨的了 原因是因為 如果大家又後追 這個dcfiga的習慣 或者試過的話 都應該知道 其實man bag 都是一隻後追得 比較辛苦 和吃力的角色來的 所以這次這隻新版 其實很多師兄都愛了很久 加上這次他這隻 產品的外表 這麼優秀 的確是很難抗拒的 我們再來扭一下man bag 這次我們由手開始看電影 這次他肩膀上 有一些無法造型的軟膠部件 是不會影響到手臂的全方位轉動 但是留意一下 今次他這個 手臂肩膀位置的這裡 也有一些無法造型的 膠件 我們要做這個平舉的時候 記得要把手臂拉下來 這樣我們可以很smooth地 舉起手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 如果我們在踢上去的狀態 我們向後咬的話 這些件就會卡住 另外今次當然 也沒有二頭肌的平轉關節 手臂也是單關節的 接近是有90度的 也有平轉功能的 留意一下 今次二頭肌的後面 就有一個軟膠的翼位 而手臂的後面 也連了一個軟膠的大翼 當我們把手的位置 接觸了接手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 它有一個類似 半張開翼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今次 這隻man bag最可惜的地方就是 今次它的翼就不可以完全障礙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頭的部分 今次照舊頭也是這個球賽 活動幅度也非常理想 而且今次這隻man bag 就多了一個頸的活動關節 我相信官方是讓我們把他的頭 向上踢 再把兩隻手 按住 按住造型 就可以模仿 man bag 準備飛行或者滑牆的姿勢 所以我覺得 它對翼如果可以完全張開 那就非常之好 再看看身體部分 今次照舊也是 在上空和小腹中間 有一個關節 還有這個腰 也是有一個關節的 不過由於今次 它這個空肌的組件 實在有太大 太重 所以 其實今次這個關節 是比較鬆身的 大家會看到的 其實是有些條條的 是很厲害的 向前摺腰 對了 是摺了這麼多 是非常之厲害 在摺腰方面 是 向後咬呢 是有這麼多的 另外 下盆方面 大家可以乘機看看 這次的牛仔褲 大家會看到的 三角褲的位置 大腿 膝蓋 和小腿 是有色差的情況出現的 這個就差一點點 那麼 腳 向前踢 踢 踢進 是有這麼多的 那麼 向後呢 就有這麼多 那麼 另外 是有這麼多的 那麼 今次大腿呢 是有少量的 平轉幅度的 還有 今次膝蓋 本身呢 咬到最盡呢 都是有一個 彎曲的狀態 那麼 今次也是膝蓋開雙關節 所以 是可以做到完全摺腳的 那麼 另外再看看這個腳裏 今次大家已經很清晰看到了 今次呢 它腳裏本身上面呢 這裡有一個平轉關節 那 另外呢 這個腳裏的關節呢 向前 向後 那 那個幅度都挺大的 那麼 不過可惜就是呢 今次這個關節呢 就 呃 不夠力啊 去頂住 那個身 所以整個figure 都會向前向後板 那麼 最後當然 都是有這個 摺地關節 和這個 腳趾關節的 那麼 最後呢 我就把怪物系列的五款角色 加上Hardy Queen 就放在一起 大家就可以看到他們的 高度大小的對比了 那麼 其實嚴格來說 這五隻呢 就不是同一個系列 不過呢 在一些宣傳或者一些 店舖開訂的時候呢 就很喜歡把這五款角色 就放在一起 所以呢 通常呢 我都會稱他們為 怪物系列的 那麼 最後呢 當然都希望官方呢 會繼續推出這些 怪物系列的角色 也都同時呢 會改進一些 QC 和一些 技術上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嗯 這兩個問題呢 官方呢 現階段呢 是可以解決到的 那麼 那麼 他會投入這個 資源 和心力去做的 希望官方呢 就不會辜負我們 一眾粉絲 其實影片拍到這裡 已經是拍到第二天了 那我已經有朋友 幫我呢 就買了這一隻 Red Hood 和杜曹人博士的 不過呢 杜曹人呢 我就沒有拿到手 希望拍片的時候呢 就拿齊了所有東西了 那麼 如果這次的影片不想要 也可以看看 不妨放在你之下我們 也記得幫我們訂閱 和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想想玩 也可以不妨留言和我們互動一下 多謝各位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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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